2013年 向泰晨蓝豪制8600万港币 拍下重达75.36克拉的极品钻石 打破全球钻石拍卖的最高纪录 向泰时候还在采访中 表示捡到宝 竟用8600万的低价买到手 由此可见他对于珠宝的偏爱 在他看来只有翡翠 能够称得起他的底蕴和华贵 缅甸哥血红宝石 对他来说根本上不得台面 向泰不光对自己出手阔绰 对儿媳郭碧婷更是极尽宠爱 曾经两人一起参加节目时 只因郭碧婷夸他的戒指好看 向泰直接给了郭碧婷 郭碧婷成为向家儿媳后 所有首饰都是向泰都亲自安排 据西光是为郭碧婷能够嫁入向家 向泰花费高达12亿 郭碧婷宇向左成分当天 向泰赤资500万 打造了全球独一无二的钻石婚戒 更是连送两栋总加高达10亿的豪宅 堪称全球最大方的婆婆 在郭碧婷生下女儿后 直接花2亿买下450平的豪宅 当作礼物 就这样还嫌不够 还在台湾满下价值6亿的 地皮 准备给两人建造别墅 后来郭碧婷二胎产子 向泰简直乐开花 专门从欧洲定制 钻戒和首饰 不用想也知道肯定 价值不菲 不过向泰 可不仅仅因为有钱这么简单 当年如果不是向泰出手相助 恐怕梅艳芳难以取得 如此高的成就 1992年 梅艳芳女朋友在KTV唱歌 不料却引起一群邀行大汉的注意 强硬邀请她前去唱歌 梅艳芳当即拒绝 不料竟遭来一顿暴打 危急之际她想起向泰 便打电话求救 向泰置身一人 三言两语便将梅艳芳带走 这样的救人于危难之际的事 向泰不止做过一次 当年刘德华出道没多久 成立公司 不料出品的影视剧 接连扑接欠下4000万债务 束手无策时只好找到 向泰求助 向泰二话不说给他 开了一张4000万的支票 并且一分利息都不要 这让刘德华感动不已 所以在第19届金马奖颁奖 典礼上 刘德华获奖后 第一个感谢的人 就是向泰 知恩图报的华仔 不止一次向大众提起向泰 往日对他的恩情 除此之外 李延杰也曾受到过向泰的照服 当年李延杰女友励志 投资房产失败 欠下7000万巨款 李延杰不得不迁入向泰公司 用两年卖身器换来7000万 为女友还债 但向泰并没有趁人之威 而是和他真心相待 彼时李延杰因为骗仇 向泰立个派九名保镖贴身 护送李延杰出门拍戏 也是彻底宣告 李延杰游向家照着 此番恩情让李延杰莫齿难忘 此后他不仅与向泰姐弟相称 更是收向左卫关门弟子表示感谢 不过如此重情的向泰也曾马是前提 当年张伯之凭借 喜剧之王成功出圈 却因父亲剃赌徒担保 而欠下巨额债务 还不起钱的张伯之 被黑道以奸杀令逼迫 走投误下他选择投奔向泰 却不懂珍惜 频频爆出耍大牌 事业上升期谈内爱等负面消息 之后还对向泰谎话连篇 甚至偷偷跑去与谢霆锋结婚 尽管如此向泰 对张伯之仍旧留有情分 就连之后艳召门风波 也依然选择维护他 可万万没想到 此时张伯之却向他提出解约 更是向其追讨1580万元片酬 这也是两人第一次真正交悟 而2015年的一部《风神传》企 则让两人关系彻底破裂 当时向华强邀请张伯之出演哪吒 没曾想张伯之 在片场耍大牌不配合 面对他如此白眼狼的行为 向家最终决定对其永不录用 向华强也表示向泰对其很伤心 之后在面对张伯之丑闻时 向泰还公开炮轰其撒谎成语 可见无法释怀 虽然向泰的重情众义人尽皆知 可面对丈夫绯闻时 他可毫不手软 1986年 向华强筹拍电影《至尊无上》 邀请关之林出演女主角 没曾想向华强就被关之林 迷得神魂颠倒 之后向华强不止在片场 对他嘘寒问暖 更是带着他出入各大高级场所 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向泰得知这段微妙的关系后 他并没有大发雷霆 而是有说有笑地约对方出来逛街 当两人走进咖啡厅后 向泰却突然将手中的咖啡 喝到关之林的脸上 又主动出手打了他一巴掌 气氛顿时降到冰点 关之林瞬间无地自容 但向泰却突然拉起他的手 气不成声地表示自己 拿他当妹妹看待 一番操作下来关之林毁不当初 火速斩断与向华强的联系 反而与向泰成为亲密好友 向泰的这种霸气 同样用到儿子的婚姻中 没人能比郭碧婷更懂 丧偶事婚姻是什么体验 曾有媒体爆料在郭碧婷怀孕期间 向左与一女子深夜密会 一时间向左出轨的消息 震惊娱乐圈 奇怪的是当事人双方均未回应 而是向泰出面辟谣 称对方只是他的大姐姐 但显然这样的姐是傻子都不信 将太强行洗白的行为也遭人嘲讽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之后网友更是接连爆出向左的 摇骚记录和视频 把向泰的脸打得啪啪响 向左也因此做石妈宝男这一称号 回顾他与郭碧婷的恋情就能发现 两人的每一步发展 都牢牢掌握在向泰的手中 当初两人本就是 在向泰的撮合下才走到一起 就连求婚的大小失误 都是他一手包办 好像郭碧婷跟向泰 才是一对情侣 而婚后的郭碧婷 也在一夜之间失去自由 2019年 他曾在微博上 宣布自己更换了发型 可没想到近惹向泰不快 留言称下次要问一下我的意见 控制欲如此之强让人大开眼界 之后的郭碧婷难以忍受任人摆布 经常在微博发表人生感悟 言语悲观一有所指 而向泰也是一条不落的回复 表面看似在出言维护 实际上却在提醒对方谨言慎行 一生要强的向泰 自然不会让事情脱离掌控 此后郭碧婷的微博 更是神奇的变为半年可见 仔细想想让人毛骨悚然 可向泰想要的 就是一个听话的提线木偶 郭碧婷恰恰符合 他所有的要求